不算保采繪 波音747货机 寝城降落桃源机场 再来台湾首批 游民街企业采购的BNT疫苗 接机团队高举Thank you手版 包括卫福部长陈时中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人 张淑芬女士 同时也是郭台铭的表姐 及慈祭代表都共同出席接机 BNT跟复兴医药给我们的协助 让我们的第一批疫苗 比原定的时间小到一个月 张淑芬这些话 有人暗指是讲了郭台铭 想讲却没讲的话 似乎暗示 不管政府怎么挡一切人回到原点 而除了9月2号 到货的93.2万剂BNT疫苗 微福部也透露 9月8号左右 还有第二批91万剂将来台 只是这两批疫苗提早到货 是因为上海复兴弃当后抢货 根据消息 9月底将还有第三批疫苗到货 而这才是民间企业 采购1500万剂中 原定到货的第一批 应该是很接近的时间 所以我说也邀请这个郭董事长 能够到时候一起来接近 疫苗下期后 随即被送去做两周奉建检验 实验署人员在低温 -70度的环境下工作 因为BNT的保存条件 和使用方式 和其他疫苗都极为不同 如果在一般冷冻柜 2到8度C只能保存一个月 另外它是多剂型 必须按照一定比例 7次注射 1小瓶只能打6人 而且在室温下6小时内 必须注射完毕 按规划BNT最愧在9月中 先让12到17岁学生 校园接种 在优先开放18到22岁 登记预约 只是指挥中心人提醒 BNT的副作用 包含注射不会疼痛 还有两成几率会发烧 和卷带感 另外有罕见的心肌炎副作用 则有十万分之一的几率 会耗发在年轻男性身上 施打时也要小心发生 集体晕针的现象 不过由于疫苗 忍旧非常不足 先打后打的话题 仍然持续延烧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